干嘛来了 小乌咪 干嘛来了 小跟屁虫 你干嘛来了 我这儿啊 刚吃完饭 我们中午吃的是那个虾仁粉丝宝 虾仁 然后粉丝 然后来点大白菜 然后吃的是二米饭 就是那个那个大米和小米 二米饭 反正更有营养吧 是吧 这个这个 纯的大米饭 现在来说也不是特别的健康 是吧 这两天我看又出一事 大概在 五月三十一号左右 五月底的一天 有一个叫杨泽伟的 杨泽伟啊 说杨泽伟很多人不知道 他给自己起了一个网名叫乔欣欣 就是那个乔家大院 乔智庸 乔冠华 是吧 乔宇 那个乔 这个 欣 就是撒金 乔欣欣 乔欣欣呢 他是 真名叫杨泽伟 他是湖南省 横阳市 齐东县 齐就是那个 齐连山的齐 老舍 那个四十同堂 是吧 那个那个 那个齐啊 有好几个齐 现在有一个公安部副部长 那个齐 两横 一瓶一树 齐延军 我就认识姓那个齐的 大部分是那个齐国的齐 齐鲁 是吧 齐鲁实话 那个齐 是吧 然后这个 这哥们 他长期定居在老窝 结果那天 五月底 来了两个老窝警察 来了六个中国警察 给这哥们带走了 应该已经给绑回去了 或者叫引渡回去了 或者叫犯罪嫌疑人抓捕回国 是吧 这哥们是干嘛呢 他挺有名 大名鼎鼎 搞了一个拆墙运动 中国这不花了几千亿 也可能上万亿 这个这个人民币的钱 是吧 这个北京邮件大学 方斌兴校长 搞了一个这个 是吧 防止境外有害信息 说白了就是 Democracy啊 这个Freedom啊 Home Rights啊 Politicos啊 是吧 这个民主啊 自由啊 人权啊 政治啊 这些东西 不让这些信息进来 所以这防火墙 这哥们说要搞拆墙 把这墙给拆了 这中国政府 是吧 这中国的青天大老爷 中国的公检法 是吧 就包括搞这些 这个这个筑墙 筑这个防火墙啊 Fire War 或者Great War 是吧 Internet War 这些人容不了他呀 对吧 你等于是把人家饭碗 给人端了 是吧 把这个党国 是吧 王党王国 他搞拆墙 他叫老窝 老窝也叫料国 老 有人说就是云南 和老窝之前 那个山脉 叫埃劳山 埃劳就是料 就是老窝啊 这咱们就单说 然后首都是万象啊 有什么什么狼巴拉帮啊 老窝也打过内战 这个右派的什么 是吧 那些亲王 叫什么什么 冯发弩叫什么 我现在忘了名字了啊 有的老窝人 就还有老窝的 这个这个这个苗族 老窝有三大族系 老龙族 老松族 老厅族啊 三大族系 然后发生了内战 一派就是共产党 这个算左派 一派是右派 就是反共的啊 这就跟那个当年西班牙 是吧 弗朗哥 是吧 是右派跟共产党 是吧 这个这个 哎 就是这个啊 臭屁股对着我 哎 完了之后 是吧 我认识有的人 哎 就取的是老窝的这个 祖籍广东潮汕的媳妇 后来跑到法国巴黎去了 那苗族 苗族在境外 叫霍盟族 哎 这扯得太远了啊 咱们翻过来说 老窝 老窝是印度支那呀 印度支那是越南为首的 老窝 柬埔寨 越南军队 很多年在老窝有驻军 他是有点反共的 但是越南现在不行了 不行了呢 同时这中国呢 搞这改革开放 中国 哎 中国就这个繁荣昌盛了 所以这个老窝 现在比较侵华 同时他又是共产党 一党专政的国家 所以这哥们在老窝 搞这个拆墙 要把中国这个 可以说是 是吧 性命攸关的 为啊 这个关于这个政权的 生死存亡的这个 他搞这么一个东西 那你说还能不抓他吗 是吧 给抓回去了 真名姓杨 啊 湖南人 说起这湖南人 湖南人还是有血性 是吧 你看那个八九六四 开枪之前 拿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墨水瓶 是吧 光往毛泽东 像什么扔上去 把毛泽东像 弄得灰头土脸 是吧 脏脏活活的 那个不就是湖南 哥仨吗 其中好像都死了俩了吧 有的给关监狱 有的给关监狱 都给整成神经病了 现在好像只有一个人逃到美国去了 是吧 那三个人 现在有一个在美国 给抓回去了 是吧 这个话题我也聊过很多次 现在 你包括那个前两天 那个 出版了那个中文版的 中文版的那个 那个红色赌盘的 那个沈栋 他都说了 他说我来亚洲 他常住的英国 他说我来亚洲 我都很谨慎的 我很谨慎 我很害怕的 对了 最近沈栋 前几年不是跟他的老婆 就是温家宝的老婆 张贝丽的那个白手套 段伟红 不是离婚了吗 他们俩有一个儿子 最近 就在四月份吧 沈栋刚刚又二婚了 娶的好像叫林丽娜 叫林什么娜 好像是姓林的 比他年轻是14岁 还是16岁 反正比他年轻 十几岁的 听说是他的女秘书 嘿 是吧 这进水楼台先得月 是吧 是吧 有奇人之福 这个恭喜沈栋先生 娶了自己女秘书了 是吧 男人四十就学坏 天天搂着下一代 沈栋 1968年生的 好像五月份 今年也55周岁了 而且他还向外界报了一个喜 他说我不但结婚了 而且我老婆 也就是我原来的女秘书 林小姐还怀孕了 嘿 是吧 马上他又天一儿子 或者天一姑娘 他挺高兴 挺高兴 但是他老婆段伟红 可倒了没了 在中国大陆 失去了人身自由好几年 也没判 也没抓 但是 因信皆无 他一出这书 三年前吧 他老婆出现了 又给他打电话 现在能够在中国大陆 自由的旅行 但是可能出不了国 我听说有700多个人 七八百人 拿的就是外国护照 但是中国政府 就不让你离开中国 你都不是中国人了 但是你生于中国 最早是中国人 你就不行 除非你长了一张外国人的脸 说我出生在外国 而且我就长了一个白人的脸 这个中国政府 一般不敢为难你 但是你要跟中国沾点边 你有中国人的血统 那你就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有700多人 现在离不了中国 只能在中国 虽然你拿了外国护照 不让你出境 给你边控 所以是吧 作为一个中国人 也挺倒霉的 沈栋就说了 沈栋在台湾 因为好几个出版社 不敢给他出书 虽然香港已经不灵了 彻底玩完了 过去香港能出好多书 包括陈希同 包括李鹏 这种王八蛋 这种死硬分子 是吧 这种他们党棍 左王 包括这个左王 那个邓丽群 他们出书 都在香港出 对吧 所以就说党的最高机密 所谓的国家最高利益 不让你出 你就出不了 所以这种 不管是赵紫阳 这一类的人 是吧 还是邓丽群 陈希同 李鹏这二人 想出书 都就在香港出 但是香港不行了 因为把贵民海 李波 你别说你是一个 铜锣湾书店了 类似于像肖建华那样的人 不都给抓回去了吗 对吧 直接就弄一轮椅 给推走了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沈栋说了 沈栋说亚洲 他只敢来台湾 就是他那个红色赌盘的 那个中文版 台湾的好几个出版社 都不敢给他出啊 都接到了威胁的电话 或者是 反正是口信也好 怎么也好 那几个出版社 后来都不敢给出了 后来是哪个出版社来着 我忘了那名字了 是吧 我去香港的时候 我也去那个 那个叫什么 成品书店转悠过呀 那是2010年呀 然后我去香港 也去过类似 铜锣湾这种书店 那会儿香港 这种出跟大陆 这个共产党题材有关的 这种题材的 所谓禁书的书店 大街上有的是 大街小巷 我都忘了 我去的那个书店的名字 是不是叫铜锣湾了 我不记得了 03年我去过 我在香港和台湾 都买回过一些 所谓的禁书 小孩 小孩 过来 来 爸爸给你挠挠 挠痒痒 来 来 来 听话 听不听话 嗯 拿捏痒痒 前几年 那个谁 华永 还活着的时候 他不在泰国 待了一段时间吗 我忘了 是一两年 还是两三年 反正待过 是吧 这个话永那会儿 不就是说 有些这个 中国政府 跟这个泰国的 这个警方 关系不错呀 对吧 有些 比如说 这个反共的 什么的 是吧 或者是维吾尔族啊 或者法轮功啊 就中国政府到 到 是吧 出一个函 出一个公文 说这个人 在中国犯罪了 是潜逃的犯罪 嫌疑人 出境的 潜逃出境的 是吧 基本上泰国警方 都是配合的 就把人带走了 泰国还是多党制呢 还是民主国家呢 联合国难民署 在泰国还有办事处呢 是吧 所以我说 这乔欣欣 真名可能叫杨泽伟 这湖南衡阳的 其东人 在老窝 你多大胆子呀 对吧 老窝 老窝历来是 共产 共产阵营的呀 是吧 你别看老窝 你别看越南 在那儿 你可以上油管 上Facebook 上推特 但是终究 他还是共产党国家呀 对吧 前几天 一个越南本地人 越南本国人 因为批评越南的政治制度 也给抓了 判刑了 对吧 所以你别认为 那儿啊 那儿没有墙 他没有这个 有形的防火墙 但是还是有无形的墙 他政治上 还不是完全民主 当年这个 印度支那打仗的时候 这个 法国军队 美国军队 在老窝 和这个共产阵营 也打过仗 中国不但在这个越南 比如说派遣了 维国卿 陈庚 这样的人 到越南组成军事顾问团 甚至还派了这个工程兵部队 派了这个高射炮兵部队 等等的 也死了一些人在越南 也支持越南跟美国人打仗 当然苏联也有顾问团 中国在老窝也有军事顾问团 也有一些军事参谋人员 军事情报人员 也在老窝 中国也给老窝钱 给老窝这个枪 炮 给各种的军事政治经济的援助 也有 包括农业方面的 也有代表团 也有那医疗队 农业专家组 所以这都是社会主义阵营 那个有一个跑到美国的自称是 原来这个解放军 那个海军司令部 就在公主坟嘛 东边海 东边是空军大院 西边海军大院 说是海军司令部 作战部的中校参谋 是一个安徽人 他说他叫姚成 有人说这是化名 他真名不叫姚成 这我不知道啊 他们就到老窝去过执行任务 他们那会想仿造苏联的飞机 苏联不把这个飞机给中国 但是呢 苏联曾经卖给过老窝 为什么呢 因为老窝跟越南关系好 而越南是反对中国的 所以这个感情上 你看现在为什么俄罗斯 包括普京当总统之后 这个俄国人还在南海 跟越南人合作开发油气资源呀 搞海上钻井平台呀 还支持越南呀 包括支持印度啊 对吧 其实俄国人跟中国人一点都不好 对吧 有很多中国人还傻逼呵呵的 还给他们俄爹他们舔定 给俄爹舔定 都是傻逼 纯傻逼 对吧 当然了 从另一个角度 中国也是极端的孤立 来 中国也极端的孤立在国际上 没有什么朋友 孤家寡人 除了拿钱砸大傻逼 几乎一个朋友也没有 巴基斯坦也不是中国人的朋友 巴基斯坦人曾经试探过印度人 要跟印度合作对抗中国 印度没搭理他 我这都有资料 我说的资料 就是我从北京带来的两千多本书 这还都是中国大陆合法出版物 有书号的 对吧 有一本书叫印八分治 与英国工党 英国工党与印八分治 那书里边第几页 第几行 是吧 这个资料的来源出处 这都有 那么世界上 现在你说这个 我看前一段那个谁 王志安 王菊 菊花的菊 他自己说他是局长的局 局面 王菊花 王志安 跑到了乌克兰 是吧 后来又去了一次欧洲 好像一个关于 关于这个记者的自由报道的 一个一个什么 无国界记者组织吧 好像类似这种东西 在欧洲好像是开了一个会 然后那个他返回日本的时候 然后那个 他说那个日航吧 甭管是日本航空 还是全日空ANA 反正那个飞机 有一段 他必然要经过中国领空 给王志安吓得够呛 虽然没有在中国转机 对吧 所以他也害怕 有一个 你想想转机 转机也不是绝对安全 有一个白俄罗斯的记者 我坐油管也报道过这件事 白俄罗斯记者 反对独裁者 那个总统卢卡申科的 跑到了希腊 因为希腊呀 俄罗斯呀 白俄罗斯呀 什么什么亚美尼亚呀 这都属于东正教世界的国家 对吧 跑到那去了 然后 然后他要坐飞机 跟他女朋友 要去哪啊 要去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立陶宛 结果这个飞机只经过了 飞行途中 那个航线只经过了 那个白俄罗斯的领空的西南角的 那么一个角 白俄罗斯因为有特工 已经跟踪他上了这架搬机 这个民航飞机 然后 就说 就说这个 说这个 有人 说有人打电话报警了 说你这飞机上有炸弹 所以起飞了两架战斗机 破降 破降之后 把这哥们带走了 对吧 就等于是绑架了 强行绑架了 把他的电脑作为所谓的这个这个 犯罪工具也给扣押了 不过好在 白俄罗斯人哈 卢卡申哥多多少少有点人味 他女朋友没给抓起来 我记得啊 是没抓 把他女朋友放了 然后重新就又登基 他女朋友现在在这个 立陶宛 是吧 维尔纽斯之类的啊 那么世界上 其实啊 咱们就说白了 世界上真正 真正安全的国家 也就是三十多个国家 你看那沈栋都说了 说亚洲 我只敢来日本和台湾 其实韩国也行 前两天出了一个乌龙 出了一个乌龙 是吧 说这个 有一个在韩国的 来自中国新疆的 维吾尔族的一个研究生 说他入境香港之后 失踪了 后来证明是个乌龙 他根本就没去香港 他人还在韩国 是吧 还有一个叫陈老师的一个小伙子 说话台湾腔 在台湾当过交换生 他是安徽人 但是在海南岛 这个检察院 说是他什么取保候审 还是怎么样 后来逃到了韩国 又逃到了美国 对吧 这个韩国基本上还算安全 但是也不是百分之百的 日本也不是百分之百的 对吧 那个金正日活着的时候 我不确定是不是金日成 反正金正日的时代 这个北朝鲜的特工 和这个朝总联 朝总联就是这个在日本的支持北朝鲜的这些算是所谓的爱国侨领吧 他们联合起来 勾结起来 绑架了至少几十个吧 有没有上百我不知道 那是纯粹的日本人给绑到北朝鲜 当这个间谍学校的日语的教师 包括给这个金日成啊 金正日当厨子 各种用途的日本人绑了至少几十个 是吧 反正泰国非常危险 泰国被绑回就好多人 包括那个张健 是吧 当年这个八九六四 然后是这个广场的这个学生纠察队的总队长 当然了 后来有人说 这个总队长有好多 是啊 张健肯定是一个 是吧 他是不同的班 广场那么大 对吧 张健人家也没说瞎话 对不对 张健通州人 挺憨厚 但是 好像是独身 后来听说搞了个对象 那对象跟他说 咱们去泰国玩吧 结果回来的飞机上就发病了 没等回到法国 后来飞机好像紧急降落在德国 就死在德国了 就是让人下毒了吧 说是肝癌 对不对 你就像那个谁 刘晓波 被肝癌 对吧 就连欧洲 欧洲绝对安全吗 欧洲安全吗 对吧 那个郝海东 是吧 当然郝海东最近郭文贵出事了 有人说郝海东也借人钱不还 他也挺坏的 也是个骗子 那我不知道啊 那说反正有人这么说 也有在西班牙有的人出来这个 来来来指控郝海东 那咱们单说 就是大概三年前左右 郝海东在六四那天 什么新中国联邦的 他发表了一个建国宣言吧 然后他儿子叫郝润泽吧 在塞尔维亚踢球 想离境 想回到 人家不用他了 对吧 因为塞尔维亚人说了 塞尔维亚人说 在塞尔维亚 真正的老大 老大是俄国人 老二是中国人 老三才是我们的总统 所以中国人又投资了 花钱 等于是买下了这个 郝海东的儿子 郝润泽这个足球俱乐部 对吧 后来人家一句话 就不用他了 实际上那个合同还没到期呢 对吧 后来他想离境的时候 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边界 人家不让他过境 还问他 说你爸是不是郝海东 对吧 后来当然郭文贵 说派了三架 这个私人飞机 去救这个郝润泽 郝海东的儿子 倒给弄回西班牙了 是吧 所以由此可见 欧洲真正安全的啊 也就是在这个塞尔维亚都不算了 波黑这都够呛 就是克罗地亚往西 克罗地亚 斯洛文尼亚 意大利 圣马利诺 梁地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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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牙利都够呛了 匈牙利的那个总理欧尔班 那都是亲俄的 那都是亲中的 对吧 当然他那情况要比塞尔维亚好一些 对吧 除非下次大选 把他选下去 欧尔班啊 对吧 那个匈牙利啊 他想恢复大匈牙利啊 对吧 一带一路啊 对吧 你更别说俄罗斯 白俄罗斯 反正罗马尼亚 摩尔多瓦 这些国家都选 对吧 你波罗地海三国 波罗地海三国 立陶宛 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 虽然他们比较的反共 但是 或者说坚决的反共 但是这三个国家 就是俄罗斯人 讲俄语的 从苏联的 俄罗斯 联邦共和国 当年没有分手的 九一年之前 就移民到 这三小国的 讲俄语的人 占到这三个国家的 总人口的 都在百分之三十多 三分之一 甚至还要强 对吧 所以世界上真正安全的国家 没多少 没多少 亚洲 是吧 反正马来西亚 对吧 马来西亚有好多中华交 中华交 哎呀 就觉得中国 特别好 啊 虽然他们拿着马来西亚护照 也是在马来西亚出生的 但是你要说中国不好 他跟你急 他恨不得要揍你 哎 这种人也很多的 新加坡 新加坡反正中国大陆来的 间谍 或者是影响力 反正新加坡好多媒体 是吧 有几个报纸啊 有几个广播电台 包括有一个姓郑的吧 好像郑永年吧 好像他经常发表一些亲中国政府的亲大陆的一些言论 是吧 他们这些人有的就是中国大陆出生的 甚至在中国大陆接受了高等教育 然后才来新加坡的 对吧 本身华人又占新加坡的百分之七十六 对吧 所以这些国家都不安全 而且这些国家的黑社会 是吧 越穷的国家 越容易花钱买你的命 对吧 所以包括跟中国友好的那些老朋友国家 伊朗 是吧 巴基斯坦 孟加拉国 是吧 还有那个军政府 中国支持军政府的缅甸 是吧 这就不用说了 对吧 菲律宾 有好多华人黑帮 对吧 台湾也有株联邦啊 台湾还有那个中华统一促进党 统促党 白狼张安乐呀 对吧 大陆好像已经渗透到台湾的好多那个叫什么 宫庙 是吧 庙宇 是吧 这个宗教团体 你更别说好多台湾人的台商的公司 对不对 意大利也挺可怕的 意大利好像米兰郊区 有一个小城市叫什么名来着 那个地方满大街都是中国人啊 那都是中国人这个做服装的 对吧 都是那个温州啊 清田呀 福建呀 都是南方人为主的 你到那 你不会说意大利语 没问题 你能活一辈子啊 然后 是吧 满大街都是中文招牌 都是中国南方的各种方言 是吧 都是有好多爱国的侨领 在那生活着 是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整个伊斯兰世界 整个伊斯兰世界啊 它在政治体制上 说白了啊 这些伊斯兰国家 阿拉伯国家啊 都跟中国有某种的 甚至很大程度的相同性 或者相似性 或者是有很深的利益 或者是默契啊 所以好多这个 包括这个维吾尔人啊 他说自己叫东突 东突厥斯坦 不管是新疆人维吾尔人 还是东突 他们其实包括在土耳其 突厥语国家 阿拉伯语国家 这些国家都跟中国大陆 有很好很好的关系 所以他们老觉得 都是伊斯兰兄弟 都是突厥兄弟 你们怎么不帮我们 你们怎么站在中国政府那边 哎呀 我跟你说 没把你引渡回去 能让你生活在这就不错了 所以包括在哈萨克斯坦的 那个叫什么阿塔诸尔特 阿塔就是祖先 冲阿塔 是吧 这个欧布克阿德斯 这是蒙古语 对吧 阿尔泰语系 是吧 阿塔诸尔特 祖先的家园 那个组织 那个那个人权组织 那个头叫什么来着 叫塞尔克坚 是吧 我不知道他是奶蛮 还是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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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加拉伊尔 还是乌孙 还是玉逊 是吧 还是 是吧 还是这个 米尔奇 是吧 米尔奇 还是瓦库 是吧 还是哪个部落的 是吧 他们哈萨克的部落 一百多个 我都知道 基本上啊 还是这个 监铁可以 加斯塔班 是吧 还是这个 莫勒克 还是这个 萨特巴斯 对吧 所以 他们在那个国家 在哈萨克斯坦 也不安全 有好多 跟中国警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比如说 国家安全厅 公安厅 跟他们一发函 或者来几个警察 就给带走了 带回中国了 对吧 中亚五国 对吧 你包括这个 阿塞拜疆 亚美尼亚 格鲁吉亚 这都是跟中国关系好的 尤其是这个 阿塞拜疆 和这个亚美尼亚 格鲁吉亚 现在偏西方了 对吧 东欧国家 前社会主义国家 伊斯兰国家 是吧 你从伊朗 什叶派的伊朗 是吧 伊拉克 对吧 叙利亚 这更甭说了 巴沙尔 这中国直接花钱支持的 没有中国和俄罗斯 巴沙尔政权早就垮了 因为他们这个这个 他是阿拉维派 阿拉维派 什么德鲁兹派 这都是什叶派的一个分支 阿拉维派在叙利亚 才占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八 是吧 百分之八十左右 都是逊尼派 是吧 就是中国的支持巴沙尔政权 包括原来他爹阿萨德 老阿萨德的时候 对吧 中国 苏联 后来的俄罗斯在支持 对吧 黎巴嫩 黎巴嫩有西方的势力 也有俄罗斯和中国的势力 对吧 黎巴嫩他是 百分之六十的穆斯林 百分之四十的基督教 马龙派 马龙派 他们认为他们是古代的 十字军东征 他认为他们是这个 十字军这些战士 他们是法国人的后代 当然不完全是啊 是吧 但是他信仰上帝的 和信仰真主的 他们两边打仗 对吧 比较安全的国家 以色列可能还差不多 以色列绝对是西方的一个成员国 而且很坚决的反反共的 对吧 反伊斯兰的 对不对 你包括到埃及 这种国家 对吧 都很不安全 利比亚 阿尔及利亚 苏丹 当年的苏丹 被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制裁 只有中国力挺苏丹政权 叫巴西尔政权 反人类的 支持独裁的 支持恐怖主义的 中国一直在支持苏丹 据说是在这个西部 达尔富尔地区 发现了大量的油田 中国为了资源 反正不管为什么吧 对吧 你看那些传统的坦赞铁路 毛泽东 这个坦桑尼亚 还是肯尼亚的总统 是尼雷尔还是谁 哄毛泽东高兴 又给毛泽东捧的 毛泽东嘎嘎一乐 好了 一分钱不用他 回家等着去吧 坦赞铁路 对不对 你在坦桑尼亚 赞比亚 肯尼亚这种国家 是吧 绝对给你绑回去 南非也差不多呀 南非有黑帮 花点钱就要你的命 对吧 蒙古国也够呛 是吧 像中国周边的 北朝鲜就甭说了 对吧 你也进不去 尽且给你弄回去 蒙古国也够呛 也有一些内蒙古的人 这个搞独立的 或者搞叫三蒙统一 三蒙统一就是这个 南蒙古 就是中国的内蒙古 中央蒙古 就是蒙古国 还有北蒙古 俄罗斯的蒙古 这个都是蒙古人的地盘 主张统一的 这样的人也有逃过去的 有一个叫习海明的 但是最终他在蒙古国待着 还是不安全 不踏实 后来这个习海明 搞蒙古独立的 蒙独的 后来应该是逃到德国去了 逃到德国去了 德国肯定是庇护的 包括刘晓波的老婆刘霞 是吧 还有一个女记者叫什么来着 苏宇童 是吧 也跑到德国去了 对吧 在荷兰有一小伙子 重庆人吧 叫什么名来着 他经常跑到中国住荷兰大使馆门口抗议 是吧 好像他曾经 他是重庆的 他跟他女朋友 好像在迪拜转机的时候 好像被迪拜当局 给他关到一个小黑屋 说是跟迪拜 跟中国关系也好 对吧 你看迪拜有沙迦 有傅查伊拉 有乌姆盖万 有这个 阿布扎比 是吧 有这个这个 是吧 迪拜是七个小国组成的 求战国 那跟中国关系都非常好的 对吧 郭文贵不还有迪拜身份的吗 是吧 荷兰 这种国家都比较反共 就是从这个 说白了吧 就是打仗 你看那地缘政治没有 俄罗斯 是吧 不想让乌克兰 走向民主化道路 想成为他的轴心国 卫心国 扑从国 小兄弟 狗腿子 对吧 从乌克兰往西 还差不多 塞尔维亚往西 从克罗蒂亚开始 差不多 对吧 基本上是安全的 像非洲好多国家 像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怎么独立的 中国 中国给的武器 给的钱 支持阿尔及利亚 叫什么民族解放军之类的武装 跟法国人干 后来阿尔及利亚 那个那个独立之后 是吧 你像中国的当时的国防部部长 还是北京军区司令员 是秦基伟吧 好像还亲自出访过阿尔及利亚 你像这个大使馆的武官 都给安排这些行程 那个总参三部 总参二部 总参情报部的外事局 就是中国所有的驻外 大使馆的武官处的武官 都是从那派的 那是好几个我们同学 他们家长都是干这个的 对吧 所以我们同学跟我聊天 有的时候 他不是特意泄露给我的 就是聊天的时候不经意的 就是聊家长里短的时候 续旧的时候就聊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里边很多事 我都清楚 而且这个总参二部的外事局 这都是我的客户 包括总参三部 下边三个局 在北京的局 是吧 都是我客户 他们在山西太原 在天津 在辽宁铁岭 在湖北的实验 在四川的成都附近 都有他们的局 云南也有 新疆也有 是吧 南京也有 全国各地 所以这里边的事 我是比较门清的 所以怎么安排的 那会儿去来了之后 比如说秦吉伟 去见谁谁谁 见阿尔及利亚的国防部的部长 总参谋长 甚至见到他们的总统 总统叫什么呢 叫布特佛利卡 对吧 你在阿尔及利亚 是吧 摩洛哥 突尼斯这种国家 对吧 你根本就不安全 非洲 就是中国的势力范围 虽然 是吧 这是中国政府的势力范围 你普通中国人 那不是你的势力范围 说把你抓 就把你抓 说把你宰 就把你宰了 说把你绑 就把你绑回去 说让你消失 就给你活埋 对不对 反正你人到境外了 你小心吧 是吧 前一段上海 那个季风书店的老板 是吧 不是说在境外 还不是用本来的名 用画名 写一些文章 他老婆回国了 他老婆也上海人 他们家有仨孩子 先生了一个孩子 好像是个儿子 又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吧 反正生了三孩子 然后那个爹妈病了 就是岳父岳母 他媳妇回国 去照顾岳父岳母 想出境返回美国的时候 不灵了 说你老公在境外骂我们了 让你老公来 把问题谈清楚 我们不抓你 但是不让你出国 后来折腾了九个月吧 可能也扶软了 可能也扶软了 后来就就给放回去了 我看到推特上他老婆发了一个照片 在美国降落的时候 然后有人去接 然后拿着鲜花什么的 还有山东东营 有一个小伙子也做油管 叫周子定 周子定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名 后来知道他们家是练法轮功的 他爹也被抓了 他爹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 后来非要回去 他爹是一工程师 后来山东东营那个国宝大队 把他爹抓了 判了八年还是七年 据这周子定本人说 说我爹不是法轮功 也没有到街上去散发过船单 倒是他妈做了好多事 散发船单呀等等的 他妈倒没事 因为他妈在美国没回去 他爸非要回去 结果给抓了 一共抓了可能将近二十个人 就是山东东营 我去过那个地方 东营就是那个胜利油田吗 黄河入海口三角洲吗 我去过那地方啊 我知道的还有 这个比如说美国大使馆的五官 中国驻美使馆的五官叛逃了 就被美国情报机构掩护起来了 保护起来了 还有南美洲智利大使馆的 一个五官 在回中国跟领导闹翻了 转机美国的时候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了 应该也是所谓的叛逃了 这种事我知道的太多太多了 门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